英国国家统计局8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7月的12个月里 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了10.1% 创下40年来的新高 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被认为是推动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预测 今年10月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有望达到13.3% 本月早些时候英格兰银行警告昌 英国经济将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进入衰退 称最近的天然气价格上涨 导致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经济活动前景再次严重恶化